小姑子找个健身教练当男友 先是把我买的车送给他 接着又让我拿五万 给他未来婆婆买生日礼物 你的男人可以宠 可非让我这个当嫂子的出钱养吗 小姑子大学毕业要买车 我给出了十万块 结果车买回来 车主却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乔杰 我和沈强问他这人是谁 他说是他新交的男朋友 沈强问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 沈灵前段时间 我不是办个健身卡吗 乔杰是他家的教练 才认识没多久 就把车子写在人家名下 这不是蠢蠢的恋爱脑 是啥 沈强和婆婆也都觉得 这是办得有点缺心眼 跟他聊了一晚上 可小姑子坚持爱情智商 乔杰是我男朋友 我的跟他的不是一样吗 他还抱怨 都怪你们 就给我买这么个小破车 乔杰都说了 十万块的车开出去 太没面 都给他丢人 什么玩意 我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他一个健身教练 还想开啥车 小姑子当时就不干了 嫂子 你咋说话呢 你能开大奔 就不许我男朋友 开好车呀 我开大奔 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我一个年薪期 八十万的公司副总 他能跟我比 我正要反驳 沈强连忙把我拉走 行了 反正是我们送他的车 他爱怎样就怎样 咱们不管了 我瞪了沈强一眼 感情钱不是你挣的 你不心疼 我们家女主外 男主内 我在外打拼 年薪八十万 沈强月薪八千 享受着体制内的悠闲 说起来 小姑子买车这十万 都是出自我的腰包 白的一辆车 还敢挑三减四 直觉告诉我 这小子不简单 不行 我得看看 这个桥节 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姑子的健身卡 是我给办的 刚好闺蜜 也常去那家健身中心 我让她帮我去查 没两天 她就给我回信了 这个桥节果然不简单 二十八岁 毕业于体育学院 凭着一百八十六的身高 和一副好模样 到这家健身中心不到一年 就积攒了一批固定客户 主要都是个年龄段的单身女性 据朋友的教练私下里说 桥节除了跟好多女性客户 不清不楚外 似乎还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富婆包养着 我寻思这是得告诉小姑子 就跟她说了 没想到她当场就急了 桥节就我一个女朋友 她一个健身教练 肯定会接触到其他女人 那都是工作上的正常往来 嫂子 你那朋友是不是女的 说不定是她暗恋桥节 故意挑拨我和她的关系 我好言好语地说 小玲 我朋友孩子都三岁了 不可能喜欢桥节 有孩子了 不安分待在家里 还跑去健身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 我为你着想 提醒你 你还把我闺蜜侮辱一顿 行 你爱咋咋的 你妈你哥都不管 我也不管了 就是挺心疼我那十万块 为了狗了 沈灵因为这事 一直跟我闹脾气 每天甩脸子 我懒得跟她一般见识 反正早出晚归 也很少见到她 就这么僵持半个月 突然有一天 她主动来找我 嫂子 上次的事 是我做得不对 不应该跟你吵 但你的态度也不好 我们就算扯平了吧 好啊 难得肯主动认错 这是又有事找我 沈灵挨挨蹭蹭地 坐到我身边 嫂子 我最近手头紧 你再借我点钱呗 借多少 五万 平时买个衣服 化妆品什么的 要个三五千的 也就给了 这一张口就五万 我得问问去处 你平时吃家里 住家里 要那么多钱干嘛 小姑子扭泥地说 乔杰她妈下周过生日 我想给她买点礼物 什么礼物这么贵重 要五万块 我寻思第一次见 未来婆婆 要正是一点 乔杰说 她妈比较老派 就喜欢些金首饰什么的 我就打算买一整套的金项链 金戒指和金手镯 才认识不到一个月 还不是你婆婆呢 这么大手笔 有点过了吧 那有啥 小姑子小脸红扑扑的 反正我已经决定 非乔杰不嫁 她妈就是我妈 钱也没给外人花 听了她的话 我第一个念头 就是想用鞋跟 把她脑袋敲开 看看恋爱脑 到底是什么做的 能让一个成年人这么失智 就这情商 挖野菜 喝白粥都是活该啊 小玲 我最近手里没闲钱 你再想别的办法吧 小姑子一听 立刻变了脸色 嫂子 才五万块 你都不肯借 我没钱 你年薪几十万 怎么会连几万块 也拿不出来 我也不客气 直接对回去 半个月前 刚花十万块 给你买的车 这么快就忘了 沈灵顿了一下 一脸忍耐地说 这五万块 算我借的 过段时间 还你还不行吗 你月薪三千 吃饭打车 买化妆品 都不够用 有偿债能力吗 沈灵气得一拍茶几 霍地站起来 夏兰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我的意思很清楚 看你搁面子上 我可以养你 但没义务 养你男朋友全家 谁用你养了 乔杰没花过你一分钱 你这么说话 是在侮辱我男朋友 人必自五 而后人五之 我吃的一生 一个老爷们 各种算计女人的钱 算什么男人 我哥还花你的钱呢 我当场掖住 缓了一会儿才说到 我有能力养自己男人 你要是想养 靠自己去养 我们两个争吵的动静很大 把屋里的婆婆 和沈强都惊动了 跑出来看 沈灵哭着向他俩告状 夏兰他欺负我 沈强对我小声嘀咕着 不就是五万块钱 至于闹成这样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知道他借钱的事 小灵跟我说了 未来婆婆过生日 一丝一丝也没啥 一丝一丝 那叫五万块 咱俩搞对象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给我妈花五万块 买礼物 沈强吃瘪 不吭声了 婆婆搂着小姑子 对我说 小灵还小 有时不懂事 五万块确实有点多 可他已经说出去 再反悔就不好了 夏兰 要不你看妈的面子上 先借给她 下次让她注意点就行 婆婆开口 本来我打算给个面子 没想到 小姑子在婆婆怀里 探出半张脸 吐着舌头 一脸得意 妥妥的挑衅啊 借钱的挑衅财神爷 就问你咋想的 妈 你都说话了 本来我应该借的 但不巧 我闺蜜刚跟我借了几万块 加上前几天给小灵买车 现在手头真没钱了 小姑子的笑容瞬间僵住 她叫起来 妈 要是没有礼物 乔杰一生气 跟我分手怎么办 我不管 我一定要五万块 你让嫂子给我拿 我打了个哈欠 困了 先去睡了 切 谁爱拿谁拿 跟我有屁关系 小姑子在客厅又哭又闹 不一会儿 沈强推门进来 老婆 别生气了 区区五万块 闹得姑嫂不合 犯不上 我看向她 你不会看不出来 那个乔杰是把你妹妹当开自调吧 女朋友买车 她让写到她名下 还打着老妈过生日的名义 直接点名想要金首饰当礼物 这是正经人干的事吗 我知道 这个桥姐有点不对劲 可这是小玲第一次谈恋爱 我刚才劝她半天 她也不听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把钱给她 别让她再闹了 不行 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才不会送给不相干的人 你愿意灌着你妹 你自己给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她要钱的要求 沈强脸色变得难看 哎哟 赚钱多真是了不起 咱们是没钱 不求你总行了吧 一整个晚上 她都拉长个脸 婆婆和小姑子 看我的眼光也带着怨念 好吗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嫁了个好人家 婆媳 姑嫂之间从来没有的矛盾 感情这一切 都是拜马那所赐 才消弭无形的 冷战了好几天 直到周末 小姑子带着她男朋友回家吃饭 乔杰长得确实不错 个子高 身材有料 脸也挺帅 带了点美而自知的油腻 这小子嘴也会说 进门没十分钟 把婆婆和沈强都哄得眉开眼笑 对我 乔杰更是不遗余力 从相貌 身材 职业 超能力都夸得天花乱坠 最后 还态度特别诚恳地跟我道歉 她说她只是闲聊 说起她妈喜欢金首饰 没想到 沈灵上了心 非要买一套金饰品 当生日礼物 嫂子 这事都是我的错 你也别再怪小林了 贵才信她 我冷眼看她表演 婆婆对这个未来女婿还挺满意 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 席间 沈灵殷勤勤地给乔杰夹着菜 整个人黏糊糊地靠在乔杰身上 反倒是乔杰 正经微坐 还不时跟小姑子拉开些距离 吃到一半 我忽然感觉到 有条腿从桌底伸过来 插到我双腿中间 小腿还轻轻蹭了我一下 一抬头 看见对面的乔杰正似笑非笑地瞅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收了收腿 拉开距离 对面的人冲我笑了笑 这才把腿收了回去 吃完饭 我去厨房洗碗 碗放进洗碗机就行 但我懒得跟他们尬聊 索性躲在厨房 没一会儿 乔杰进来了 小林说想吃水果 哦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串青蹄 你先去客厅坐 我洗碗端进去 嫂子 我来帮你 乔杰挤到我身边 把蹄子一粒粒摘下来 送到我手边 你是客人 不用帮忙 进去歇会儿吧 我把蹄子抢过来 开始动手洗 乔杰没走 而是靠着橱柜 笑腻着我 嫂子 你比小林大十岁 但身材保持得比他都好 我笑笑 没言语 这小子可能是想拍我马屁 但我觉得彼此的身份 谈论这些似乎不太合适 真的 嫂子 我没骗你 她见我没说话 居然往前凑了凑 我是搞健身的 眼光绝对专业 你这八十八 六十四 九十的三围 绝对是一流的 如果这腰围 再减两厘米 那就完美了 她伸手 在我腰上摸了一把 嫂子 我可以为你提供 一对意免费服务 她的手触碰我的一刹那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差点仰手 甩她一个大耳光 转念一想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让小姑子认清她的真面目 虽然她恋爱恼 分不清好歹 可怎么说 也是沈强的亲妹妹 看她站在火坑边上 总得拉一把 我对乔姐挑眉笑了笑 好啊 等有机会的 乔姐眼中迸发出惊喜 她还想再进一步 我已经端着青蹄进了客厅 那之后 我一直在客厅陪坐 乔姐没再找到 跟我单独相处的机会 不出我所料 第二天下午 乔姐就迫不及待地 约我见面 我跟她约在一间咖啡厅 嫂子 你来了 乔姐殷勤地给我挪座位 你约我出来 有事 嫂子 昨天见到你之后 我一晚上没睡 脑子里都是你 我一个中年妇女 你想我干嘛 嫂子 你才比我大三岁 正是女人最好的年龄 她摆出一副陶醉的表情 你长得美 身材凹凸有致 气质更是出众 是个男人都会被你迷倒 我扑痴一笑 这些话 你应该形容你 女朋友才对 嫂子 不瞒你说 我跟小玲在一起 是她一直主动追我 我也以为自己喜欢她 可昨天见到你 我才明白 我对她 只是像妹妹一样 对你 才是一见钟情 你这么说 就不怕小玲吃醋 我说的是真心话 嫂子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你会为了我 跟小玲分手吗 乔杰愣了一下 说 有她做挡箭牌 我们见面才更方便 哟 还想一剑双雕 我逼问 我可不是小玲那种 好糊弄的小女孩 你最好说清楚 我跟沈玲 你到底选谁 当然选你了 嫂子 你出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们别说 这些扫兴的事 她抓住我的手 我在隔壁酒店 开了肩房 我们现在过去 我给你提供 一对一的服务 包你满意 我甩开她的手 拿起桌上的手机 在她面前摇了摇 你刚刚说的 我都录音了 我会放给小玲听 乔杰当即变了脸色 你耍我 要不然呢 我痴笑一声 你以为只有你耍别人的份 你还是想想 怎么跟小玲解释吧 我以为 拿到乔杰不轨的证据 沈玲就会跟她分手 没想到我 还是想简单了 晚上一回家 我就觉得气氛不太对 沈玲看我进门 就要对我冲过来 还是沈强拦住她 夏兰 你今天背着我去见乔杰了 一看小姑子那样 就猜到肯定是乔杰 恶人先告状了 我懒得多说 拿出手机 把里面的录音放了一遍 嫂子 昨天见到你之后 我一晚上没睡 脑子里都是你 不瞒你说 我跟小玲在一起 是因为她一直主动追我 对你 才是一见钟情 我在隔壁酒店开了间房 我们现在过去 我给你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包你满意 关掉手机 我看向小姑子 小玲 这是今天下午 乔杰跟我说的话 她对你 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乔杰不可能这样对我 肯定是你主动勾引她 沈灵像个泼妇一样 冲我大喊着 乔杰都跟我说了 她来咱家吃饭那天 你就暗地里各种撩她 今天还主动约她见面 她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才夸你的 你以为她会喜欢你这个半老徐娘 这丫头是不是脑子进水 证据摆在这 还相信乔杰 我也来气了 乔杰在我眼中屁都不是 我会勾引她 那你为什么要跟她单独见面 刚才的录音里 你还逼她跟我分手 让她在我们之间二选一 你看不出来吗 我那是在套她的话 连我这样的已婚妇女 她都勾搭 而且还准备开房 她能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渣男 你还是赶紧跟她分手吧 你劝我跟乔杰分手 然后自己好跟她在一起 对不对 你是不是疯了 我是你嫂子 你哥的妻子 你还知道是我嫂子 哪个好女人 会勾搭小姑子的男朋友 哥 我劝你还是小心点 说不定哪天就被人送顶绿帽子 说完 她平的一声 摔门走了 我气急 这丫头真是疯了 你觉得自己就没问题吗 沈抢拉着脸 乔杰是小玲的男朋友 你跟她单独见面 谈话内容还那么暧昧 你觉得合适吗 我愣住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小玲 你心里有没有鬼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要是没做出格的事 她会提出找你开房 这哥俩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该管沈灵的死活 这场争执之后 我断了给小姑子的灵花钱 不尊重我 也别尊重我的钱 刚开始 沈灵还给我摔脸子 可过了两天 她就不闹了 她隔三差五地带桥节回来 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 每次还拎着些大牌化妆品 换季新装和包包之类 故意在我面前显摆 有些人有俩钱 就觉得自己特了不起 哼 没有你 我一样有钱花 我就不信了 乔杰一个吃软饭的 会花钱给她买这些 有一次 我趁她去卫生间的功夫 看了一眼桌上的购物小票 付款方式那里 赫然是我的信用卡号 我的信用卡有一张付卡 在沈强手里 我再一查消费记录 好吗 半个月花了三万多 不光是沈灵买的这些 还有男装 皮鞋之类的 都是桥杰身上的牌子 感情花的 还是我的钱 只不过以前管我要 现在改刷她哥的付卡了 问题是 花我的钱 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不经过社会的毒打 你们哥俩 也不知道人生的险恶 我直接给信用卡中心打电话 停了我的付卡 当晚 沈强就来找我了 他拉着脸 你怎么把付卡给停了 我把打印出来的流水单扔到他面前 我给你付卡 是因为我们是夫妻 我信任你 你自己看看 钱都花哪了 沈强看了一眼 脸色变了又变 估计他也没想到他妹妹 花钱那么豪气 小林还小 花钱没个数 我跟他说说 下次让他住一点 没有下次 这个付卡 我收回了 沈强不满地说 小林还是个孩子 你干嘛对他这么苛刻 他已经二十三岁 是成年人了 当初我们俩 毕业结婚时 也是这么大 那时你备考公务员 一分钱收入也没有 我刚毕业还是实习生 一个月几千块 不但要支撑整个家 还要每月给你妈贴补一千 我们不是也过来了 现在的小姑娘 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花销大 不够用 月入三千 半个月花销三万 那肯定是不够 让他学会量入为初吧 那我呢 你总不能因为小林 把我的卡也停了 沈强嘟囔着 你天天上班 不知道养这一大家子人 要多大开销 不等他说完 我就打断他 以后每个月 给你妈两千块买菜钱 其余的花销 我来负责 那我买东西怎么办 总不能每次 都找你要钱吧 你每月有工资 还有各种福利 管你自己还不够 沈强越合计越不是位 第二天早上 又缠着我要付卡 我没答应 匆匆出门上班 到了公司 才发现 有一份文件不见了 仔细想想 临出门时 还拿在手里 估计是跟沈强 争执失落在客厅了 看看表 这个时间沈强应该已经上班 婆婆也出门去公园了 我突然想起 这个房子当年装修时 安过监控 只是好多年没用了 我用手机打开监控 想看看文件 有没有在客厅茶几上 让我意外的是 沈强和婆婆都在家 正在客厅里商量着什么 婆婆 你老婆把付卡收回去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沈强 我也没办法 只能过段时间 哄她再给我 你得抓紧点 小玲那边开销大 要是没钱给她 肯定又要闹了 沈强柔柔眉心 妈 你有空劝劝她 别老倒贴那个乔姐 自从她跟乔姐好上以后 这花销直线上升 我也劝过一两次 可你妹那性子 你还不知道 一说就诈 万一因为这是跟乔姐黄了 她还不得赖我们呢 问题是 夏兰把卡收了 我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根本就不够她折腾的 男人结了婚 就是一家之主 要把财政大权 牢牢地抓在手里 你看你现在 人家给 就有钱花 人家不给 就没钱花 多被动啊 钱是人家夏兰赚的 我有什么办法 你想办法哄得她高兴 把你俩这些年存的钱 拿到手 然后再想办法说服她 把这套房子卖了 重新再买一套大的 沈强纳闷地问 这套现在也够住 干嘛折腾 现在这套房 是夏兰娘家陪嫁的 哪天你俩离婚 你一分钱也分不到 如果卖了之后 再买套新的 那就属于你们两个的 婚后财产 一人一半 你有半套房子在手 人就有底气了 再也不用挨她半截 可是夏兰从小 是在这房子里长大的 她爸妈去南方定居时 才把这房子 过到她名下 她对这个房子有感情 肯定不想卖 那你就想办法 让她怀孕 有了孩子 肯定需要准备婴儿房 到时候她就会答应换房子了 行 妈 我听你的 我争取尽快让夏兰怀孕 结婚这些年 婆婆对我一直不错 事不多 在外人面前 也经常夸赞我 我还傻乎乎地觉得 婆媳关系融洽 没想到人家背后 这么算计我 眼看着监控里 沈强对他妈连连点头 一脸幸福的模样 我心里一片跋梁 当天晚上 沈强就跟我说 他有个朋友 在银行工作 能帮忙存高额利率的定期 想让我把家里的存款 给他 我告诉他 我有朋友 是国有银行老总 他朋友能拿到的 我这边更没问题 沈强愣了愣 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几天 他开始各种献殷勤 又是买花 又是送礼物 又是约我出去 烛光晚餐的 其实主要目的 就一个 哄我上床 想让我怀上孩子 我该收的照单全收 但别的想都别想 闹脾气 闹了一个多星期 大姨妈不小心 来了两回 中间的空档 再安排个出差 一个月 就这么混过去了 沈强着急 但也没想太多 他以为是巧合 还私下安慰 他妈和他妹 说我们已经和好 他很快就能成功 小鸭 算计我 你们的智商够吗 这期间 我把钱和卡管得死死的 徐家母子 愣是一分钱 也拿不到 别人还好 沈灵可受不了了 他那个男朋友 只要不花钱 立马就给他脸子 已经半个月 不跟他约会了 沈灵没办法 只能天天去健身房找他 乔杰态度冷冷的 只推说有工作 当着他的面 跟别的女人亲密互动 沈灵气不过 大吵大闹 乔杰立刻提分手 沈灵只好低声下气地 给他道歉 乔杰直接提出 要买个小公寓 如果不能拿出二十万首付 就有多远滚多远 沈灵硬着头皮答应 还求乔杰给他点时间 简直被人拿捏得死死的 我不在现场 但这些事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是因为我花钱雇了一个私家侦探 让他去扎乔杰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没过多久 我就掌握了乔杰的全部资料 还有他跟七个不同女人交往的照片 这七个人中 有一个五十岁的中年女人 乔杰管她叫红姐 明显是大金主 这一个月 他带乔杰出入高档商场几次 花了能有十几万 乔杰跟她在一起时 每次都是刻意逢迎 乖顺无比 比家养的狗还会来世 只有红姐不在的时候 她才敢去跟别的女人约会 找到正主 这事就好办了 我让人把沈灵和乔杰的亲热照片 快递给红姐 接下来要办的事 就是离婚 我去银行提了十万块钱 放在透明塑料袋里 当着婆婆和小姑子的面 拿进卧室 沈灵天天被乔杰逼着要钱 我就不信她不动心 果然 我白天上班的时候 从手机监控里看到 小姑子趁我不在家 鬼鬼重重地进了我的卧室 拿走了那十万块 中午 我特意回到烫家 在卧室里一声尖叫 把他们母子三人都炸出来了 沈强 我的钱丢了 十万块 是不是你拿的 沈强愣了一下 没有啊 什么钱 十万块 整整十万块 我把目光转向婆婆和小姑子 妈 你和小玲看到没 没有 母女俩一口同声 家里也没外人 钱怎么会丢了 小玲 这钱我有急用 如果是你拿的 赶紧还给我 你丢钱找我干什么 沈强翻了个白眼 我又不负责给你看钱 你确定不是你拿的 小姑子一脸不耐烦 我都说了不是 如果不是你们拿的 那我就报警了 婆婆一听 立刻把小姑子拉到一边 小生说 小玲 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如果是你 就跟你嫂子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要用钱 你嫂子还能不借你呀 小姑子听完 犹豫了一下 我赶紧说 别的可以 这钱可不能借给她 这是向公司借的差旅费 我还有用的 小姑子一听 立刻说 我又没看到你的钱 你不用跟我说 那么多 小玲 你想好 真的不是你拿的 当然不是 你爱报警就报呗 反正跟我无关 我报了警 警察来我家调查情况 向所有人问了一遍 没人承认拿了钱 警察又去物业调了监控 也没发现可疑的人 一时陷入僵局 沈灵铁着嘴 嫂子 你该不会是记错了吧 说不定你根本就没把钱拿回家 沈强和婆婆也应和 是啊 你记错了吧 哎呀 难道真是我记错了 我一拍脑门 对了 警察同志 我这有监控 要不我们一起看看 我拿出手机 调出前一天晚上的监控 录像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我回家时拿了一个透明袋子 里面装了不少钱 这就好办了 警察开始检查录像内容 这房子什么时候安的监控 沈强脸色都变了 还是我爸妈当初装修是安的 要不是丢了钱 我都忘了这事了 沈强一听 脸色缓和下来 可沈灵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警察把录像快进 很快就锁定了小姑子 这位小姐 你涉嫌盗窃 请跟我们走一趟 沈灵一看警察真要抓她 吓得死死抓住婆婆的胳膊 妈 我不去 你快救我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我女儿不会偷东西的 录像上显示 就是你女儿拿走的钱 警察出示录像内容 手机屏幕上 小姑子拿着袋子往外走 透明袋子里正是我前一晚上 带回来的钱 沈强也没想到她妹妹会偷拿我的钱 甚至都没跟她说一声 气得狠狠地瞪着沈灵 两位警察见沈灵不肯走 拿出银手镯 准备采取强制措施 婆婆连忙拦在女儿前面 警察同志 都是误会啊 我们是一家人 自家人用自家的钱 怎么能算偷呢 这钱是属于你儿媳妇的 你女儿未经人家同意 私自窃取他人财物 这已经形成盗窃行为了 沈强拉着我的胳膊 老婆 你快跟警察说说 小灵不是故意偷钱 她只是借用一下 回来忘了告诉你了 不是吧 刚才我才问过你们 知不知道我的钱在哪 你们不是都说没看到吗 警察不再说什么 直接把大哭大闹的沈灵带走 徐家母子还想拦着 被警察喝了一句 你们再闹 就属于妨碍警察执法 连你们一起带回去 警察走后 婆婆抓住沈强 一把鼻涕一把泪 儿子 你妹妹让警察抓走了 这可让我怎么活呀 沈强拉狠狠地瞪着我 夏兰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替小灵说话 我淡淡地说 她偷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帮她说话 你知不知道 如果真的定罪 小灵会坐牢的 她偷钱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这一点 就算她拿你钱不对 可我们是一家人 你不能因为这点事 就让她留下案底 她还是个没结婚的小姑娘 沈强恨恨地说 你现在立刻赶去派出所 跟警察说是你记错了 撤销报案 如果我不呢 沈强一拍桌子 那就离婚 好啊 那就赶紧离 沈强愣了一下 夏兰 你不要以为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我同意 赶紧离 离完我就把你妹唠出来 沈强一下子猛了 不是 老婆 我不是真想跟你离婚 我就是在说气话 但我是认真的 我从手机上 调出他们母子二人的录音 放给她听 你想办法哄得她高兴 把你俩这些年存的钱拿到手 然后再想办法说服她 把这套房子卖了 重新再买一套大的 如果卖了之后再买套新的 那就属于你们两个的婚后财产 一人一半 你想办法让她怀孕 到时候她肯定会答应换房子的 行 妈 我听你的 我争取尽快让夏兰怀孕 沈强听完录音 脸都白了 扑通一下 跪在我面前 老婆 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 婆婆过来拉她 儿子 你是堂堂男子汉 怎么能给女人下跪呢 你快起来 沈强甩开她妈的手 老婆 其实你听到的 都是我安慰我妈的话 我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一直感情很好 我怎么会想跟你离婚呢 我低头看着她 你是不想跟我离婚 你只是想把我的财产转移到你的名下 我嫁给你的时候 你没房没车 我就冲你这个人嫁的 你对我是真心的 什么都没有我也可以嫁给你 但你在背后算计我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彻底没了 沈强抱着我的腿 我没算计你 我说的那些 只是哄我妈的 那卧室里的避孕套 是谁扎破的 婆婆平时会进来收拾卫生 那东西我都放在隐蔽的地方 只有沈强知道 沈强 我们离婚吧 我不离 沈强叫着 报警我不放手 你要是不离 你妹妹就得坐牢 我给她普法 沈灵偷了十万块 属于盗窃数额巨大 会被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沈强恍然道 夏兰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对不对 我微微一笑 局是我设的 但你妹妹要是人品没问题 我又怎么设计得到她呢 婆婆大哭道 小灵还小 如果真坐十年牢 她这辈子就毁了 她抱住儿子 哭求道 你当哥哥的 不能眼瞅着她坐牢 这种女人 没必要跟她过下去 你就答应离婚吧 妈 沈强一脸挣扎 我说 如果现在离婚 我给你二十万现金 然后撤诉 保证不让沈灵留案底 如果不离的话 这房子 我会租出去 然后跟你分居 两年后法院 也会判离 那时候你一分钱 也拿不到 沈强挣扎半赏 终于在她妈的哭声中 答应离婚 我一刻不等 带沈强一起去了民政局 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 然后我们去派出所撤了案 把沈灵从里面捞出来 沈灵一出派出所大门 就对我破口大骂 一个死女人 害我在里面 遭了一下午的罪 哥 他这么恶毒 你不能再跟他过了 立刻离婚 我笑了 放心 我跟你哥已经离完了 真的 沈灵看向他哥 太好了 哥 你终于肯为我跟他离婚了 沈强的脸色变来变去 像红绿灯一样 啥是好看 沈灵指着我 你和我哥已经离婚 一会儿你收拾收拾东西赶紧走 以后那个家 不许你再踏进一步 我扑哧一下 笑出了声 沈灵 我跟你哥离婚 你哥只分到了二十万现金 房子在我名下 所以你刚才 是抢我台词了 什么 哥 你咋那么傻 居然把房子给他 那还要拜你所赐 要不是为了你 你哥怎么会那么痛快 就跟我离婚 我 沈灵开始发飙 都怪你 不就是丢了十万块钱吗 没事报什么警 警察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 你以前给我花那么多都花了 难道还差这点 这傻货 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是我在整他 好了 沈强大喝一声 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沈强一向宠着这个妹妹 突然发脾气 沈灵吓得没了声 沈强转向我 低声下气地说 我带着妈和小灵 一下子也找不到地方 你能不能让我们再住一段时间 行 我爽快地说 我给你一周时间 去找房子搬东西 沈灵在一旁大声说 一周时间太紧了 怎么也得三个月 如果找不到房子 可以住酒店 实在不行 澡堂子十块钱一晚 也能住人 夏兰 你别那么嚣张 我哥离了你 能找个更好的女人 那太好了 别忘了 一周之后 我去收房 我在酒店住了一周 直到他们搬走 我才重新回去 徐家母子把能搬的东西 搬得一干二净 家具 家电 吹 连卫生间的马桶 刷都没留下 只有我的私人衣物 没敢动 大概是知道 屋里有监控 怕我再去告他们 这样也好 省得我动手扔了 我给宝洁公司打电话 让他们派几个人上门 半天时间 家里窗明激进 患然一新 再也没有别人住过的痕迹 我又网购了些家具 家电和日用品 直接打造成小红薯上让人眼馋的单身小窝 有房 有钱 没男人 多少女人向往的日子 我正窝在西买的沙发里追剧 闺蜜给我打来视频 宝子 快看 你小姑子被人追杀了 我立马坐直身子 看她给我发来的现场直播 背景是健身房 一个穿金带银 一身豪气的中年女人 正带着几个保镖一样的男人 把乔杰和沈灵团团围住 哟 这不是乔杰的大金主 红姐吗 只见红姐指着乔杰的鼻子大骂 给你一点脸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每天负责冲我摇尾巴 哄我开心 吃我的喝我的 浑身上下连内裤都是我买的 居然还敢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乔杰下的脸都变色了 慌忙解释 姐 我不敢 她就是一个普通学员 我跟她真没傻 乔杰 你在说什么 沈灵尖叫起来 我明明是你女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红姐冷笑连连 看着眉 人家可说了 是你女朋友 绝对不是 乔杰下的连连白手 是她暗恋我 单方面追我 我对她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干嘛要怕这个老女人 沈灵大概是觉得 她男朋友被人欺负了 想替乔杰出 她对着红姐骂道 你一个老女人 不回家带孙子 跑到这儿抢我男朋友 你到底要不要脸 你这把岁数 比乔杰她妈还大 还想跟乔杰交往 简直就是老牛吃嫩草 上了年纪的女人 最忌讳别人说她老 你个小狐狸精 勾引我的小白脸不说 还敢骂我 红姐气得都快被过气了 对着几个保镖说 看什么看 给我打 扎男见人一起打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 对乔杰和沈灵 就是一顿暴揍 乔杰还挺有经验 一边求饶 一边用胳膊 护住自己的脸 沈灵明显就没那个智商 嘴里乱嚷着 你们一群大男人 动手打我一个女人 还是不是爷们 哎呦 这死丫头还不服气 行 那就不让他们打你 我亲自打 红姐上去就是一顿大笔兜 脸打带挠 香钻的指甲 把沈灵的脸抓出好几条血道子 隔着手机屏幕 都替她疼得慌 沈灵这才意识到 自己遇到了硬查 再也不敢嚣张 跟乔杰一起跪在地上 哭求红姐放过他们 呸 下次再找男人 把眼睛放亮点 不是谁的人都可以动的 红姐带着保镖离开 乔杰从地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走了 只剩下 沈灵一个人留在当地 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沈灵经过这一意 脸上留下明显的伤痕 可以说是毁容了 那以后乔杰再也没找过他 两个人就这么分手了 沈灵又找了几个对象 都嫌弃他脸上有疤 他决定去整容 他知道他哥离婚时 分了二十万 就天天找沈强要钱 要是在以前 沈强就答应了 可现在他也没钱啊 他一个月几千块的收入 又要租房 又要养活娘撒 本来就紧巴巴的 沈灵还要维持 原来的消费水平 不停地买新衣服 买化妆品 银行卡里的余额 眼见着变少 沈灵说要去韩城整容 张嘴就是十万 沈强为难地说 小灵 哥现在没有那些多钱 你再等等 你离婚的时候 不是分了二十万吗 前一阵子 你说要买换季衣服 和化妆品 不是拿走了两万 过段时间 又到交房租的日子 又是好几万 妈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我总得留一点应急的钱 那都是你的事 我不管 反正你必须给我十万块 我要去整容 沈强忍不住 终于爆发了 你以为你哥是印钞机啊 想要钱就有 我告诉你 我一个月就这几千块 没有多余的钱给你 你要想整容 自己挣去 沈强一气之下 不再给沈灵灵花钱 沈灵平时花惯了 哪受得了 天天跑去沈强单位 大吵大闹 有一次 单位要参加一个重要竞标 领导让沈强 带着竞标文件到现场 结果一出门 就被沈灵堵住 无论沈强怎么解释 今天有重要的事 沈灵都不相信 他没要到钱 竟然一怒之下 把沈强手里的竞标文件给扯了 竞标黄了 单位遭受重大损失 沈强也因为这事 被单位给辞退了 失业后 沈强也曾尝试着找份新工作 他是学计算机的 想着进入IT行业 拿份高薪 可惜 他在体制内这十来年 一直躺平当闲鱼 业务早就荒书了 加上IT行业迭代快 他在大学里学的那点东西 早就过时了 至于一些技术含量低的职位 人家宁可要应届毕业生 也不愿意要他这种 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被拒的次数多了 他渐渐失望 干脆也不出去找工作了 每天靠打游戏度日 前婆婆看在眼里 心里着急 骂他一个大男人 居然蹲在家里不上班 一提着事 沈强就满腔怒火 本来我跟夏兰过得好好的 有车有房有工作 就因为你跟沈灵 把我们夫妻搅和离了 才变成今天这样 前婆婆李亏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由着他去 一家人没有收入 坐吃山空 离婚时分的二十万 很快见了底 这时 沈灵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个男人穿着名牌西装 脖子上戴个小手指粗的 大金链子 沈灵说 他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除了没多久 那男人就说 有个能赚大钱的机会 可以带沈灵入骨 沈灵回来管他妈要钱 前婆婆一直怀念 原来的生活 心动之下 把所有的棺材本都取出来 给了沈灵的新男友 结果 那男人拿了钱之后 就带着沈灵消失了 一年之后 沈灵打来电话 说他被卖到大山里 等到警察把他解救出来时 已经怀了七个月的身孕 前婆婆受不了刺激 突发脑梗 经过抢救 人是活过来了 却成了瘫痪 母亲住院 妹妹未婚生子 沈强再也无力承受 她找到我 跪在地上 求我原谅 我错了 我不该听 我妈和我妹的话 跟你离婚 这段时间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最爱的人是你 我不能没有你 夏兰 我们复婚吧 我愿意跟我妈和我妹 断绝关系 我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沈强震惊地看向我 我爸妈打电话来 说想我了 我已经在他们那边 找了份年薪百万的工作 准备去陪我爸妈了 沈强抱紧我的腿 求道 夏兰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一脚踢开 没有男人的日子才快乐 白白了您累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云云 你就安心在这住下 你嫂子刚怀孕 没个人照顾 我也不放心呀 熟悉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这一次我却听到了那声音深处的算盘声 我这个哥哥算盘打得响呀 嘴上说着是我无处可归 让我在他家住下来 实际上就是想让我给嫂子做免费保姆 本来依照我211的学历出去找个工作并不难 至少能够保证让自己饿不死 并且过得舒坦 但上一辈子我听信了他的话 选择留下来 给夫妻二人做了免费的保姆 他用妈死前的话来道德绑架我 妈死之前说了 让我们兄妹二人互相帮扶着 现在你哥哥我遇到了困难 你不应该帮帮我吗 而且你上大学的学费可都是我掏的 实际上我上大学的学费 是我妈死前专门留出来的 只是被我哥提前塞进了腰包里 再从他腰包里拿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他给我的钱 因为这份恩情我完全没办法拒绝他的要求 便在他家住了下来 做起了免费的保姆 但是这夫妻二人一个个狼心狗肺 真的把我当牛做马的事 因为我的埋头苦干 他们更加觉得不能找保姆了 想要把我榨干 孩子生下来又让我伺候月子 云云 你知道的 你嫂子他妈还没到退休的年纪 现在要是不干了 到时候退休金少 可是我呢 我一个年轻力胜的青年人 就这样被困在家里吗 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满足 等到嫂子出了月子又要出去上班 家里面孩子没人带我 还是不能出去找工作 又要在家里当月嫂 于是乎 久而久之我成了家这家里的牺牲品 他们也习惯了我的牺牲 从来没提过给工资 甚至菜前也要让我先付了钱 他们再给我报销 这样的日子 我过到了侄子上小学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解放了 结果又要变成来回接送孩子 最后因为在大马路上不注意 被急迟的车辆给撞死了 唯一让我庆幸的是 死前我和侄子两个人都被撞飞了 没一个活下来的 我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 看着面前卑躬屈膝的哥哥 你真想让我在家里照顾嫂子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是名校毕业的 正好还能提前给孩子做做胎教工作 小时候家里的活你干的也多 这做饭的事情也不需要再教你了 而且咱们兄妹二人能住在一块 多好的事呀 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件好事了 有个免费的保姆 看着他们两米大的床 而我则是被安排在了 卫生间旁边的小房子里 床比我在大学宿舍的都小 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这一次我可不能再委屈自己 我直接指着他们的大床道 这小床我睡不惯 哥哥立马面露南色 嫂子只是撇撇嘴 小姑子 你就在我们家伺候伺候人 怎么要求那么多爱 我白了他一眼 你也知道我是在这家里伺候你 那还不对我客气点 让我伺候白眼狼 我可不乐意 似乎没想到我这个软包子 当场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嫂子眼睛都瞪大了 拉着我哥的手就开始诉苦 林自俊 你妹怎么这个样子 云云 我哥放大声音呵斥着我 我满不在意地掏了掏耳朵 还想不想让我在你们家做保姆了 他立马一愣 回过神来 便把嫂子扯到了身后 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 最后强颜欢笑着 答应了我的要求 哼 想让我做保姆 也要看你们 有没有那个享福的命 一想到我接下来的计划 我就忍不住地勾起唇 云云 我腰疼给我按按腰 云云 我口渴 给我倒杯水 云云 我饿了 给我拿点零食 云云 今天中午吃什么 果不其然 他第一天就拼命地使唤我 一个上午下来 我整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不过一想到 我提前在墙角放好的监控 我就心情舒畅 嫂子 你想吃什么 我点外卖 什么 外卖 嫂子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眼睛瞪得大大的 眼里藏着无限的怒火 你是想毒死我吗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的身体 根本就吃不了外卖 我肚子里 可是你们林家的宝贝孙子 我隔空翻了个白眼 我们林家又不是什么皇室 他还以为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生下来就要继承皇位呀 还真把自己当成皇后娘娘了 爱吃吃 不吃滚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可是你嫂子 是你的长辈 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 我把你当嫂子 你才是我的长辈 我不把你当嫂子 你在我面前连个陌生人都比不上 还真是准备在我面前耍威风 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扇过去 你得跪地求饶 说话的时候 我直接就插起腰 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嫂子被我唬住了 心有余悸地捂着肚子 害怕我伤害到她 拍下了我对她的好 一个下午 任凭她再怎么使唤我 我也没有动过 就悠闲地躺在他们的卧室 吹着空调吃着水果 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就是这床单 未免看着太不顺眼了 想着也被他们睡过 我干脆起身 把床单给接了下来 直接就扔了出去 顺便换了身干净的新床单 正是午睡的时候 我倒头就睡下了 还是被嫂子尖锐的叫声 给唤醒了 她大力地敲着卧室的门 直到我打开这才停手 干什么 她侧过身 一副居高临下的傲气样子 眉头皱起来的时候 更是让人觉得厌恶极了 嫂子指着客厅控诉 是不是你关了我的空调 我点点头 曾经我给他们做保姆的时候 她可是连空调都不舍得让我吹 说什么她怀着孕 不能吹风 万一伤了孩子 那我可担待不起 大夏天的把我热得都快中暑了 当时我还可怜兮兮地问她 就不能开26度吗 她就直接就拒绝了我 孩子在我肚子里 没生出来之前 万事都得小心 你懂什么 结果呢 她躲在屋子里 自己开着空调享福 这一次我不过是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倒是惹得她直跳脚 嫂子 你现在怀着身孕 吹空调肯定会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 所以我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也为了肚子里孩子的健康 就把空调关了 你不会怪我吧 她气得牙痒痒 但是面对着我真诚的眼睛 又不得已地点了点头 空调而已 怎么可能伤得了孩子 嫂子 那你这就太粗心了 孩子在你肚子里 没生下来之前 万事都得小心 我把曾经她对着我的说过的话 全都一字一句还了回去 看着她面色铁青 我才得意地一把关上了门 甚至煽风点火道 你这肚子里可是我们林家的未来继承人 必须要小心 你个做妈的不注意 到时候孩子没了可别怪我 我肆无忌惮地挑火 就不信她能忍得住 如我所料 当天晚上就闹起了妖蛾子 大晚上 我人还睡得正香 房门就被剧烈地敲响 毫不夸张地说 我浑身都冒着怒火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 大晚上扰人清梦 一打开门 就对上我哥那张清清白白的脸 我人都无语了 大晚上的干什么 你还有脸睡觉 我凭什么没脸睡觉 这白天给你老婆做了一天的保姆 你没说给我工资 也没给我买点东西 你哪来的自信舔着脸来质问我 她被我质问得都猛了 反应过来就唬着脸训斥我 既然你说起白天的事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 我回来的时候 你嫂子怎么哭着说 你白天一直欺负她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相信我吗 我作为你亲妹妹 能亏待我嫂子肚子里的侄子吗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主打的就是一个虎脚蛮缠 好在我的泪线发达 不过是一闭眼就把眼泪都挤了出来 还把屎盆子都扣到了我嫂子头上 还不是我嫂子非要吹空调 但是就肚子里面还怀着孩子呢 这空调对孩子有危害 为了你 为了小侄子 为了我们林家的后代 我也不能让他吹这个空调呀 我一番花言巧语成功把我哥给唬住了 他一愣一愣的 似乎还在思考着我这话的可信度 生怕他动摇 我又加了一剂猛药 哥 你可别忘了 我好歹也是211毕业生 懂得不比你多 我这个蠢货哥哥在学习上没什么脑子 高中后就出去找工作了 不过倒是懂得花言巧语 在社会上混得很开 找了个还可以的工作 后面又遇到了我嫂子 两个人一对卧龙凤厨 拼尽全力坑我 既然你是这个意思 你嫂子怎么还生气 哼 这不是给我机会让我上演药水吗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立马就开始告状 哥 这你就不懂了 嫂子就算再怎么对你好 但到底你们是两家人 这孩子生下来是我们林家的种 他哪能那么上心 肯定现在是不想委屈自己 想先委屈这孩子 我余光一撇 发现我戈面露沉思 显然已经把我的话 听进去了一半 纯有纯的好处 作为仇人 他很好骗 哎 就是可怜了我的侄子 遇上那么个亲妈 万一真是吹了空调 孩子发育不好 可怎么办 我哥直接就火了 眼冒火光的怒气冲冲 走去客厅 而我的是插着腰靠在门上 只等着看好戏 只听轰的一声 茶几直接被两个人给踢翻了 刘月月 你这个女人也太自私了 为了孩子连点苦都不愿意吃 林自俊你什么意思 我为了你生孩子 你却在这里责备我 我探出头 看到我哥大爷一般都靠在沙发上 我还不能骂你吗 你为了孩子连个空调都不能不吹 你配当妈妈 隔着老远都能听到 嫂子气得牙咯吱咯吱的响 甚至杨首就是一巴掌 打在了我哥的脸上 我哥头猛的一偏 看得出来她被打火了 上手就把嫂子摁在了沙发上 你个臭婆娘 你竟然对我动手 老子平时真是惯着你了 只不过这两个人还是有些感情的 我歌话说得难听 但却迟迟没有动手 而我嫂子此时火气慢慢下来了 两个人有了沟通的空间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所以我立马站了出来 哭哭啼啼地抹着眼泪 做足了一副无辜小白花的模样 哥 你别和嫂子动手呀 虽然你在乎肚子里的孩子 但孩子还没出生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嫂子 眼看着原本都准备好好沟通了 两个人这会儿看着对方的眼神 都恨不得吃了对方 我哥气愤我嫂子不在乎孩子 我嫂子气愤我哥为了还没出生的孩子 就忽略他 不过显然是我急了 这挑拨得过于明显 嫂子立马就斜眼看着我 林子俊 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呀 我们两个人吵架 她在其中掺和起来了 林云云 什么意思 我和你嫂子吵架你很高兴吗 也是我过于高兴了 嘴角的笑意都没藏住 这才被两个人识破 只不过我也没想继续装下去 双手抱胸 目光戒备地盯着这两个人 不错 我就是在看你们两个人的笑话 狗咬狗 当然有意思了 你 我哥气呼呼的 手上的巴掌也跟着扬了起来 似乎只要我再挑衅 那巴掌就会落到我的脸上来 林子俊 先别动手 也听听她的解释 不得不说 我这个嫂子 还真是什么时候 都不忘要装一装好人呢 也正是因此 才给了我挑拨二人关系的机会 林子俊 你真的敢打我吗 谁让你直呼我的名字的 我是你哥 妈死得早 没有好好教你怎么做人 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怎么做人 你配在我面前提起妈吗 想到我死后 灵魂飘在上空中知道的一切 我现在恨不得 直接一巴掌 甩过去 偏偏她还以为 我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 竟然还搬出妈来压我 似乎是我的气势太盛 她这才意识到不对 有些怯懦地往后退了两步 嫂子还没反应过来 只是拽住林子俊的胳膊 不让她往后退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不约而同地重合在一起 我哥很是不可思议 颤抖地伸出手指着我 那姿态活脱脱一个受害人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重要吗 我反问她 而旁边的嫂子则是一头雾水 还不知道我和我哥在说些什么 我当然也不可能放过她 直接静止走向 这夫妻二人 看着我走近 我哥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 最后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而我嫂子则是定定地看着我 这房子嫂子住得舒服吗 你什么意思 她不耐烦地撇起眉头 质疑地看向身旁的我哥 我哥则是躲过了她的目光 不自然地往后缩了缩 我懒得看这对夫妻作喜 这房子是我妈给我留的 那么些年让你们住着去 很舒服吧 嫂子彻底火了 她应该是信了我的话 所以才会那么生气 毕竟我妈留下来的这个房子 一百多平 又大又宽敞 还位于市中心 交通便利 林子俊 你一直以来都在骗我是吗 这房子不是你妈留给你的吗 我哥不知道从哪里生来的勇气 他竟然站起来攥紧手 大声地怒斥我 你在这里胡来来什么 这就是妈留给我的房子 谁也抢不了 她转过身又安抚嫂子 你信她的话做什么 她就是脑子有病 对着我的说话的时候 又有几分的咬牙切齿 仿佛下一秒都要咬死我 林云云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别怪我打你 我冷笑一声 这狗东西占了我的房子 那么多年 竟然还有脸来威胁我 我没有说话 就是想看看 她还能说出 多么不要脸的话来 云云你别忘了 这些年你上大学 可一直都是我给你交的学费 我直接就无语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学费都是我妈死前给我留好的 她就是仗着我不知道 所以才把这些当成道德绑架我的原因 哥 我叫你一声哥 是把你还当成个人 这些年的生活费全部都是我兼职自己赚的 至于学费 你敢摸着良心说那是你给我交的吗 毫不意外 毫不意外 她犹豫了 而嫂子则是不停地用胳膊肘戳她 示意她赶紧回答 沉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默认 嫂子停下了手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哥 似乎也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地不要脸 只不过这一个被窝睡不出来两种人 我也不觉得我嫂子会帮我 他叹了口气 直接就拎着包走了出去 我哥想要挽留 却被他一把甩开了胳膊 最后只能颓然地坐在地上 看着我哥这个样子 我心里是真的爽呀 这件人占了我的东西那么多年 还是我用一次死亡才得知了真相 我一定要虐死他 他也真是够不要脸的 竟然用那种生无可恋的眼神瞪着我 颇有几分眼悲情古装剧的感觉 把我害成这样 你心里舒服了吗 舒服呀 那叫一个神清气爽 这还只是开始他就受不了了 那要是到了我计划的最后一步 他岂不是要哭爹喊娘 我哥也是有几分坚韧不拔载的 明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这房子的真正主人 竟然还死提赖脸着不愿意搬走 你现在不走 到时候可别走得太快 他叼儿郎当地往沙发上一仰 满脸的生无可恋 现在你嫂子也被你气走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看谁能耗得过谁 你可太自信了 不过是老婆跑了 接下来我会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无所有 我将之前嫂子指使我的监控全部上传到网上 并且取了极其带有噱头的标题 以及我妈给我留下来的房子 是如何被我哥霸占了 她却以这些我原有的东西为道德绑架的枷锁 来阻止我一个211的毕业生出去找工作 让我给他们家做保姆 无论是重男轻女还是哥哥霸占妹妹遗产 以及嫂子让小姑子做免费保姆 这些热点话题足够让我的视频活起来 我的视频下面很快就迎来了不少人 都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 他们在底下大骂着我哥和我嫂子 更是有机敏的网友 皆通过我发的定位以及部分照片 开始人肉搜索我哥和我嫂子 两个人直接变成了过街林子郡 自然都想要找我算账 不过这两个人也不是真爱 想找我算账的过程中先彼此吵了起来 都怪你非要把你妹给接过来 这下好了搞了那么多的事情 怎么又怪我了 不是你想让她来家里伺候你 让她做保姆吗 你这话里话外真是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呀 她是你妹 你要是不愿意让我使唤她 我怎么使唤得动 嫂子这句话阴阳怪气的 让我哥的怒气直直线上升 她才因为网报的事情连工作都丢了 脾气十分的不好 甚至差点想要动手 你别装了 你要是把她当成我妹 你还能欺负她 使唤她吗 我可没让人抓到把柄 倒是你 视频都让人拍下来了 事情确实是我嫂子做的 她没办法狡辩了 但是我哥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 她哪里舒服 两个人的工作都没了 她也不开心呀 我真是看不起你 竟然把责任都往我身上推 我现在肚子里面还怀着孩子 压力多大 你就不知道心疼心疼我吗 也算是给了我机会煽风点火 我故意笑 按理说你们夫妻两个都不是什么善茶 也没必要互相推卸责任 倒不如打一架 谁赢了 另一个把责任都担上了呗 到时候没了工作 你们两个出去讨饭的时候 要是也是这副模样 可都得饿死了 林云云 哪里有你插话的地方 滚 我白了她一眼 对我说话的时候倒是不客气 对你老婆耸得要命 耸包 林云云 有你那么挑拨我们夫妻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吗 我们之间的争吵声越来越大 很快就引来邻居的注意 不少人都探出头来看热闹 甚至还有几个围观的群众指出了 我们就是最近很火的家庭纠纷视频的当事人 你们就是那对欺负妹妹的夫妻吧 我哥拼命地摇头否认 我嫂子则是努力地挡住脸 不过还是有人指着她的脸大声道 我认出你了 你就是视频里面的那个女人 甚至有几个情绪比较激动的邻居 他们甚至拿起了臭鸡蛋和烂叶子 往她身上砸 我哥因为距离我嫂子比较近 躲也躲不掉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男临头各自飞 她努力地想要甩开我嫂子 可惜因为用力过大 我嫂子被她一把甩开 因为就站在楼梯口 直接顺着楼梯就摔了下去 只听见一声惨叫声 我嫂子倒在楼梯口 血从她的腿间流了下来 围观群众都猛了 有反应过来的 连忙说要叫救护车 作为始作俑者的我哥 却愣住了 丝毫不敢上前 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 你老婆在地下躺着 你不去看看吗 她仿佛着魔了一般 只是不停地摇头 手还跟着摆动 嘴里来来回回地念叨着 不是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 最后是救护车来了 把两个人一同带走了 不过我似乎听到了一声的一声叹息 当天晚上 我还没睡着 就听见我哥在医院 就怒气冲冲地给我打了电话 你真是够恶毒的 你嫂子流产了 你的侄子也没了 你满意了吗 满意吗 当然不满意 他们可是害了 我丢了一条命 如今 他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个小胚胎罢了 这些还远远不能让我体会到 付出的快感 我当然比不上你了 这小孩 可是你自己亲手杀的 关我什么事 亲手把自己的妻子推下去 还导致他流产 但凡是个有良心的 都要愧疚很久了 流产对于即将做父母的他们来说 是足够的痛苦 我嫂子身体经历了这些 人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毕竟他当时还是有意识的 是能够感受到我哥 把他给推了下去 他醒来就直接要和我哥离婚 扬言以后都不想再和 我们邻家人有任何的接触 原先的恩爱夫妻 一到了离婚的时候 是直接撕破脸 半点也不藏了 我这个嫂子是狮子大开口 还想把家里的房子分走一半 你疯了吧 我又不是故意把你推下去的 可是你还是推了我 现在孩子也没了 我们离婚吧 我嫂子的态度很坚决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损失了一个孩子 需要赔偿 咬紧了我家的房子不松口 这回导是让我哥占了上风 因为房产证上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 哪里能作为共同财产呢 这也正是我让他们离婚的目的 这房产证拿了出来 能让大家知道 那上面根本就不是我哥的名字 也不是我妈的名字 而是我的名字 写着我的名字 那当然就是我的房子 我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从他手中夺过房产证 直接就请人把他们给轰了出去 林云云 你也太恶毒了 原来你的目的是把我赶出去 这房子是妈留给我们两个人的 按理我应该占一半 我们都是妈的孩子 我应该有一半的继承权 现在倒是想起来评分了 之前他说这房子是他的时候 可没想过要和和我评分 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 那这房子就是谁的 你就算是去法院告我 你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这一局我赢得漂漂亮亮的 仅仅只是几段视频的威力 当然不够大 我继续开始还是控诉视频 把这些年的委屈 全部都说了出来 随着我的视频越来越火 我哥和嫂子受到的压力 也就越来越大 目前已经蔓延到两个人的工作 都黄了 并且这两个人一些照片 还被放了出来 路上的人碰到他们都会指指点点 原先想要远离我的两个人 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再次卷土重来 跑到了我家闹市 林云云 你必须给我澄清 你要是不给我澄清 我接下来怎么找工作 我的名声都毁了 云云 好歹我也是你哥 你就这样对我吗 我现在工作都没了 吃喝拉撒都是问题 你如果不把那些视频删了 那我就在你家门口待着 我就看看 咱们谁能耗得过谁吧 这两个人破罐子破摔 根本就没想着和我真诚的道个歉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反思自己的问题 好歹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知道了不少心腻的事情 我手里面的把柄 但凡说出来一个 都能让这两个人死得很难看 你大可以就在这里待着 我也可以选择报警 还有嫂子 你都准备和我哥离婚了 也就别想着这房子了 反正无论如何是轮不到你的 想让我帮你澄清 做梦去吧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当初我想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她一正言辞地拦着我 妹妹还出去做什么工作 你在家里带孩子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更何况你都好久没出去工作了 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与其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不如在家里好好培养你小侄子 这一次我也要让她 永远永远没办法找到工作 只能困在家里 你现在的名声彻底毁了 没有哪家人愿意用你这样的人 这两个人也真是有意思 竟然还没有真的离婚 我这嫂子也是信了我哥 给她灌的迷魂药 觉得两个人但凡使劲地扒拉着我 就能从我身上扒拉到东西 实际上 我厌恶他们厌恶的要命 我就算把财产都捐了 我也不可能给他们 你这心思太恶毒了 我没有工作就相当于 没有了任何价值 都是女人 你怎么那么的狠心 活久见呀 当初她可是把我死死地困在了家里 连我哥这个抠门的人 想让我出去赚钱 她都不同意 原来她自己也清楚 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价值 她就是想让我没有价值地活着 我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之间的仇怨竟然那么深 值得她这样对我 她和我哥都没什么学历 仗着运气好 找到了还可以的工作 如今被开除 哪里还有那么好的运气 现在的人都看中学历 我突然灵机一动 所以是不是她一直都 嫉妒着我的学历呢 嫂子 你一直以来都很嫉妒我吧 你嫉妒我考上了大学 以后可以靠着学历 找到份还不错的工作 而你呢 不过是高中毕业 没了原本的工作 现在出去甚至没人要你 说完这句话 我就观察着她的反应 果然她眼睛冒火 一双手攥得很紧 好像一旦忍不住 就要上来扯我的头发 和我决一死战 我心里竟然觉得有些悲哀 不过是极度 她就把我害得那么惨 榨干我的价值 又让我失去了生命 而我哥他是贪婪了 他试图霸占家里面的房产 在我不知道一切的情况下 道德绑架我 又想让我给他做免费的保姆 嫂子 其实孩子没了 你应该很开心吧 我冷不丁地开口 让这两个人据是一愣 反应过来 我哥满脸疑惑地看着嫂子 而嫂子则是惊讶地瞪着我 她话都说不利索了 但是却仍然胡搅蛮缠地质疑我 林云云 你又在说什么胡话 把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害了 现在还有脸提你的侄子 我当然有脸提了 这孩子是被她的亲生父亲给推眉的 话一出口 我又捂住嘴巴 故作一副不小心说出口的样子 阴阳怪气地解释 毕竟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都不一定呢 我上一世后面死了灵魂 一直围绕在他们身边 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嫂子当时 最先是有个初恋的 但是因为那个初恋家里面看不上她 最后才退而求其次地找了我哥 只不过两个人一直纠缠着 甚至两个人在我哥结婚后 还经常开房约着一同出去 两个人的婚外情一直维持到了 那个男的和自己老婆离婚 愿意娶我嫂子 包括我记得我这个小侄子当初生下来就和我哥长得一点也不像 只不过之前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 不过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了下来 很快就爆发的 我根本不需要拿出任何的证据 就可以把他们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给彻底摧毁 林云云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哥一机灵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被虑了 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嫂子 而我嫂子这时候正心虚 哪里知道怎么应付他 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知道了多少 所以很有可能他的谎言 刚一说出口就被我给拆穿了 整个人都显得非常的不安 林自俊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你解释 我听着你告诉我 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语色了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一切似乎不言而喻 我哥颓然地倒在了地下 哥 被人戴了那么大的绿帽子 难不成事情就这样算了 这样的冷处理 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局面 所以我立马出声挑拨 我哥不是个窝囊废 但实在懦弱竟然做了许久的心理准备 才上去对我嫂子动手 我人都看呆了 好在我嫂子不是个善茶 虽然她只是轻飘飘地 抓了抓我嫂子的头发 我嫂子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反手就攥住我哥头上不多的毛发 硬是把她摁在了沙发上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林子俊 你现在不得了了 竟然敢对我动手 你个臭婆娘 你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老子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哥说话的声音还带着哭腔 其实他多少 应该还是喜欢我嫂子的 不然也不至于两个人搭伙 搭了那么久 这真心给错了人 就注定要付出代价 最后 刀子被猛地扎进我嫂子的身体里时 我哥和他都震住了 两个人情绪上头打了起来 但是丝毫没想到 会动起胸起来 我哥更是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手里的刀 我 我没想杀人的 他颤抖着爬了起来 而那刀子实在是扎得太深了 我嫂子已经满脸痛苦地 闭上了眼睛 哥 你杀人了 我冷静地向他阐述事实 却让他愈发地冲动 他一把就扔开了手里的刀子 拼命地摇晃起了我嫂子 老婆 你醒醒呀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要害你呀 老婆 你醒醒 我不想杀人 但是我嫂子 已经没了什么气息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靠近 除了那刀子 是我特意放在二人面前的 一切都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没想杀人 云云你替我作证 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人的 哥不用狡辩了 我亲眼看着 你把那刀子 扎进了嫂子的身体里 你杀人了 杀人偿命 不 我没有 他大声地吼我 完全不愿意承认眼前的事实 不过一切都已经发生 我的仇人一个死了 一个是杀人凶手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哥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去自首吧 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他都杀红了眼 根本听不进去 我说的话 猛地从我嫂子身上把刀拔了出来 我眼睛一闪 顿感不妙 直接冲进了卧室把门给反锁 果然 他先是提着刀疯狂地敲击我的门 没敲成功后 又开始放狠话 林云云 都是你毁了我的家庭 我要让你死 哥 你该明白的 从你摊掉了我的房子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是兄妹了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薄情寡义的人 你根本什么人都不在乎 所以你才会手起刀落地杀了嫂子 你会得到报应的 我不是 都是你们逼我的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拨打了110的报警电话 他这样的人自私到了极致 就连把人都杀了 还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错 所以能够制裁他的只有法律 只是仅仅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怎么够呢 我忍受的痛苦是他们的一万倍 哥 我已经报警了 你竟然报警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隔着一扇门 我有信心他没办法 那我如何 哥 如果你还想逍遥法外 就赶紧跑吧 不然 等警察来了你这下半辈子 等待你的 可就是牢狱之灾了 一听见要坐牢 他还是慌了 把刀一扔 匆匆忙忙地 就往外面跑 我没有出房门 而是站在阳台透过窗户观察他 我早就计算过了 这个时间 断车流量特别大 而他又是 以这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闯出去 到时候的结果只有一种 我闭上眼 默默在心里数着时间 两分钟后 我睁开眼 就看小区外 已经聚了一堆人 有没有人拨打120 这有人撞车了 我看这人怪眼熟的 他是不是就是 一单元302的那户人呀 就是那个 让老婆欺负妹妹的垃圾吧 还真是他 果然是恶人自有恶报 我们住的一单元离门口很近 三楼的距离不远 几乎能够听到群众的 所有议论声音 这一刻 我才真正觉得如是重负 上辈子害我 困住我的 终于都消失了 警察来的时候 我又故作慌张地 和他们解释了事件的经过 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 一切又都是那么的突然 他们将嫂子 和我哥的尸体都收走了 接下来 我们还要做尸检断定 死者真正的死亡原因 好的 我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毕竟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 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所作 不过是在其中煽风点火 让他们的情绪发生变化 后续经过法医的检验 他们的死亡原因 都和我所说的一样 事情彻底结束 我把房子卖了出去 拿着钱 去到了另外一个 没有人认识 我的地方 在那里 我将开始一展新的人生 我不会再困在家里 我选择去大企业找个工作 做了一名职业女性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很开心 在这里 我将开启一段 崭新的人生 过去的种种 不过烟消云散 拨开云雾见光明 数我的光明 就在前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